纪蓝燕这个名字,想必很多人都不会陌生 她是娱乐圈中真正的白富美 蓝燕可以说是要颜值有颜值,要身材有身材,要背景有背景 以蓝燕的家庭,她在娱乐圈这条道路上应该走的是相当的顺利的 然而原本这么好的一副牌却被她自己打得稀巴烂 早期的蓝燕其实有一些不错的作品的 那个时候的她也还没有拍那么大胆的电影 她凭借自己的颜值身材以及不错的演技 也曾经获得了很多观众的认可 很多欧洲的观众更是称她为东方第一美女 然而也不知道为什么蓝燕却似乎并不甘心这么平稳的发展 最终选择了放飞自舞的大尺度电影 后来她更是爆出这一切都是被导演唐记李抛弃的结果 也是让人难以置信 而后来蓝燕更是被爆出了各种负面新闻 比如和黄晓明搂腰事件和苗乔伟的亲密照 和其他蓝艺人的合影事件等等 然而这一切都是来自蓝燕的一厢情愿 蓝燕还曾经自曝 被周杰伦疯狂追求 但是因为地域问题最终不了了之 不过后来周杰伦做出了回应 想红靠自己 这事狠狠地打脸了蓝燕一把 蓝燕如今可是身家不菲 自己也热心努力于演艺事业 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 只是好像半个娱乐圈的人都不怎么待见她 这事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